美国前总统川普5号现身北卡罗来纳州 在共和党代表大会演讲 这是川普卸任以来第二次的大型公开场合演讲 针对2019年年底 从中国武汉传播到全世界的中共病毒疫情 川普表示 所有因中共隐瞒疫情而受害的国家 应共同向中共追讨至少10兆美元的赔偿金 排除中国不透明的疫情资讯 美国迄今累计的确诊数和死亡病例是全球最多的 据World Meter网站显示 截至6月7号早上 有61万美国人因中共病毒而病逝 川普表示 中共病毒光是去年就造成美国16兆美元的经济损失 去年5月左右 川普政府领导的国务院开始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病毒 是否是导致疫情爆发的源头 当时大畅反调的媒体与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近期大动作转向 支持调查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说 川普在演讲中指出福奇不是个好医生 比政治家们更喜欢上电视 川普还批评福奇在全球疫情最严重时 阻止他对中国和欧洲实施入境管制 新唐人爱的电视张瑞珍编译